哈囉大家好我是懶貓 今天是這個11月8號 11月8號的這個今天是現在幾點 晚上7點的這個時間 那剛剛那一支影片呢 其實我們已經給大家看過這個 弗妮娜0加0 0加1 2加1啊 然後跟2加0的這個表現了 相信大家已經對這個弗妮娜的這個 輔助能力呢 已經是相對的能夠理解了 那如果還不知道那麼多的細節 或是想要知道聖遺物啊 等等之類的這些分配啊 不管是組隊 或什麼樣的這些攻略呢 我們待會呢晚一點的時候呢 會再出一個攻略影片 讓大家能夠去好好的理解 弗妮娜她的機制 以及她的配對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主要想要讓大家看一下 這一個6加5 也就是全滿滿命滿金的弗妮娜 她的表現到底如何 因為我相信攻略影片千百種 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攻略影片 每個人在組隊上面呢 也都會有自己的這一個見解 但一定會有很多人想要知道 在抽之前想要看過 別人6加5的這一個表現 到底表現如何 那剛好我見到 我朋友的一個帳號呢 可以去做這一個 6加5的這一個實測 所以想說在最快的時間內 給大家看一下 全滿的弗妮娜 她到底表現的這一個如何 好不好 那我們就事不宜遲嗎 等一下 在開始之前呢 我稍稍的這一個工商一下 就是這一個禮拜六日呢 就真的是這一個禮拜五的六日呢 我們公司魔境娛樂呢 辦了一個ACE展 在這一個禮拜日呢 會有一個超級動漫音樂季 SUPER ANY PARTY的一個活動 你可以把它當成就是一個演唱會 其實實際上 它就真的是一個演唱會 它這一個演唱會呢 非常的厲害 它演唱會裡面呢 找到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 很厲害的這一個歌手 有唱 有唱jojo的 有唱命運時之門的 有唱創聖那天使的 海瑟的 寶石之國的 光之美少女的歌手 這些非常有名的歌手呢 都會在這一個禮拜日呢 來到南港展覽館二館 那如果你對這一個有興趣的話呢 你可以掃這一個QR Code 你可以掃這個QR Code 或是直接去搜尋這一個 SUPER ANY PARTY 在這一個禮拜日呢 就有機會可以一睹這些歌手的 真榮以及聽聽他們的這一個音樂了 那當然呢 這個禮拜六日 兩天呢 我也都會在這一個AC的動漫創作展 在南港展覽館的這一個二館 你都可以來找我 你甚至如果你想要找我代抽的話 你先準備好 然後你就來到我旁邊的話 你跟我說你要代抽 我可以馬上幫你按 當然太多抽我可能沒有辦法啦 好不好 太多抽我可能就沒有辦法 但這一個六日呢 我都會在南港展覽館的二館那邊 在這個魔鏡娛樂的這個攤位 我跟懶貓子Lumi 以及我們的一騎生 都會在那邊等各位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找找我們 我們也會有一些周邊 跟過去的周邊可以伴手給各位 那QR Code的部分呢 是可以看這邊 就大家可以用這個QR Code去掃 那我也會把連結放在下面的 簡介處跟留言 好 那當然都講了一騎生 我當然不能不講我們最可愛的二騎生 好我們的二騎生呢 最近正在籌備出道了 大概十二月多開始他們就會陸續出道 所以有興趣的話呢 都可以去看一下我們二騎生的頻道 跟幫我們訂閱一下 因為我說那一個YT真的很過分 他每一天都砍我們的訂閱 每一天都砍我們的訂閱 真的很誇張 那我也沒辦法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就幫我們幫幫這一個二騎生 那如果你有興趣 能夠看看他們的直播的話 在十二月的時候出道了 好 那原神的部分的話 我要宣傳的也就不多 我們之前 我之前有在 我本來想要宣傳這個原神的Line群 就現在你看到這個Line群 但我現在發現原神在 我上次在那個FBPO文以後 這個Line群現在 人有點多 所以現在人數已經到了三千人 想要近的自己再考慮一下 人數真的有點多 那個訊息是真的是嘎嘎的 一直砰砰砰一直在跳 那有興趣的自己再看看 那 那磨除的部分我覺得 就是我們每一次都有講到 如果你有要遊戲儲值的話 你可以使用磨除 可以用我的推薦碼去註冊 會有兩百塊的折價券 那現在一單只要兩千六百四十四 而且幾乎不用排隊 UID儲值非常非常的快 兩千六百四十四 用我的推薦碼 再領兩百塊的折價券 那半週年的活動 你有儲值的 還有機會可以抽到 iPhone15 4080 PS5 跟AirPods 甚至是跟我一起吃晚餐 我相信應該沒有那麼多人想要跟我一起吃晚餐 但 如果你想跟我一起吃晚餐 你不想的話 我可以換一個 我可以幫你把角色抽到油 好不好 像這樣子 那anyway 魔除的東西我也會跟二騎生 還有ACE的東西 我全部都會放在下面的這個留言 跟簡潔處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你有遊戲儲值的這一個 需求的話 真的可以試試看魔除 因為我們敢開發票 我們公司立業 我們公司魔境娛樂成立七年 魔除只是我們一個業外的項目 所以我們不可能會因為魔除而發生任何的事情 保證你是安全的 我自己也是用魔除的 好不好 有遊戲儲值的需求的話 可以找一下魔除 好 就讓我們回到原本的這邊 好原本大家剛好吃晚餐 屁啦 你們最好是敢出門 好 好 那我今天看到的這個帳號 我覺得我應該想像 稍微詳細說明一下 看他UID就知道這個帳號 真的是有點厲害 那武器的部分呢 我們要測6加5 當然就要精煉滿 所以我們直接 矮精煉起來 再來再來再來 3不夠不夠不夠 再來再來再來 4不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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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我們MAX 胡光的這個招銀木MAX 那他MAX以後 他這個戰績傷害是來到這個16%三成 然後生命值上限也是28%兩成 不夠 命之座 來 3命 4命 5命 6命 好不好 6命了 那6命以後呢 基本上算是解放了這一個 他本來一定要帶補師的這一個缺點 就是弗妮娜其實在6命以前 他都強制要你去帶一個補師 那6命以後呢 這個 我能夠理解這個敘述 這個等等那場 簡單來講就是 他如果今天是 白色的弗妮娜 那他砍人會很痛 跟夜藍一樣 會有幾下 會有幾下的砍人傷害加成 會有 會有 會有6下 6下的這一個砍人傷害加成 那如果他是 黑色的弗妮娜 那他砍人的時候會有補血能力 那 因為他旁邊那黑色的3個小王八蛋 我給你們看 這3個小王八蛋 這超級誇張的 我給你們看 他會一直耗你的血量 一直耗 一直耗 我都不知道他可以打這個東西 這真的是有夠誇張 他一直痛扁這個東西 然後我血量就是一直耗 我這樣一直耗 那6命以後呢 你會 在普攻的時候有回血的能力 好那 我組了幾個隊伍 我們來試一下 首先 這一個隊伍是 我覺得在大世界裡面 可能會去使用的一個隊伍 那 我先說 這個隊伍不是正常人會想要組的隊伍 這一個加血量的補助 好那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子帶 是因為我要 我要看這一個伏尼納自己本體 他給多少的這個 他自己本體 有多少傷害 那我們先看本體 我們先 葉蘭幫我加一下血 葉蘭幫我加一下血 然後 伏尼納幫我招一下 登登 好開大 砍個幾下 我要把他砍死了 不是啊我要把他砍死了 你看我血量是 我血量就是回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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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00血量 直接全部人回滿 全部人回滿血 這個是 黑芙妮納 黑芙妮納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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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黑芙妮納他的 他的開大招以後 他的砍一樣會有傷害 好像也是6下吧 6下的傷害 但他傷害是18% 然後他額外會回血 回 生命值上限的4% 芙妮納生命值上限的4% 我剛72的血 也就是他回72的4% 然後回 幾秒 2.9秒 2.9秒 大招持續10秒 也就是他總共可以回 最久應該12.9秒 這樣的數字 他就不需要隊友的補血 他自己就可以把隊友補起來 很誇張 好那下一個 白芙妮納 我覺得白芙妮納 白芙妮納的 大招半個笑話吧 但沒關係 笑話也不錯 我給你講 超級痛 白芙妮納怎麼這麼痛啊 好我變回白芙妮納 嘿 我幹嘛我想一下我想一下 我風原萬葉幫我降一下 然後我 鍾離幫我降一下 然後我 葉南幫我拉一下 然後芙妮納 開大 完蛋直接死了 沒事沒事沒事 我大招持續20秒 我來得及 我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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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刀 沒了 過了 我突然想起來 大招只持續10秒 吐了 白芙妮納 他不能後轉 他不能後轉 他要先轉 我吐了 白芙妮納也太難撤了吧 正常有人真的會用白芙妮納砍六刀的嗎 我真的是吐了 誰想的 變白 變白 太大 一刀 欸?為啥 為啥還是沒有那個刀啊 欸? 放1的6秒 喔 這1不是Q啊 這1不是Q啊 那我要 那我是要先Q再E 我想一下 這樣我要怎麼拿滿 這樣我拿不滿耶 我試考一下 這樣我還是要帶一個隊友才拿得滿他的氣氛值 不是嗎 對不對 這樣我沒有隊友我拿不滿 沒事 那我換個人 等我一下 我一直以為他六命是Q 不好意思 這個是我的錯 我錯我錯 我換一個 我把 這裡換你寶 然後 然後 1跟 白跟黑都能夠打傷害 他的六命的敘述的話是 如果我1的時候我是黑色狀態 有沒有黑色狀態是補血 我一直補 一直補 一直補 狂補 有沒有 然後20秒CD 20秒CD 如果我是白色的話 我是白色的話 我理論上我應該會有一個 1以後 砍 3萬3 3萬3 3萬4 就白色他會砍比較痛 白色他會砍比較痛 這樣這麼痛 知道怎麼測啊 我想一下 我是真的要想一下 知道怎麼測耶 我覺得最好的測法 應該是我先轉黑 然後 讓他們把 我的血量壓到剩50% 然後 我Q 我白色狀態 Q 換琴 開 對吧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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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一樣 我先 夜藍 幫我疊血量 夜藍幫我疊血量 鍾離幫我降抗 然後 弗妮娜開大 琴幫我補血 我轉白色 開一 一刀 他一刀 他一刀怎麼不見了 他一刀呢 他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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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好笑 我要去打雷電將軍了 我受不了 我去扁雷電將軍 我去扁雷電將軍 白色狀一刀他就死了 十三萬九千六百三三 然後可以砍六刀 這跟那個 夜藍一樣 我去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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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 也還可以吃食物耶 這再吃食物上去會怎麼樣 啊 我忘記 我突然講到我剛剛有一個東西 忘記跟大家講 就是這一個帳號他的 聖遺物分數相對比較高一點 所以實測上面 大家可能要注意這件事情 就是我前面忘記講他的聖遺物了 他的暴率是99.6 然後爆傷是247% 生命是雙水後39881 那他聖遺物是 250 200 200快60分 對 就是這個帳號 相當相當的頂 這樣子 好 那我拿雷電將軍來實測一下 12 12 13 13 人呢 不要走啊 要怎麼過來啊 他直接 他直接被我砍掉這樣的血量耶 這全部都是我砍的 這個血量全部都是我砍的 我一個戰技砍了他這樣的血量 我一個戰技砍了他這樣的血量 有大沒大傷害差三倍 退下 藍藤 無念無想 四海歸進 將軍表示隔壁的神兵 這麼兇慘的嗎 OK 好 那我要測另外一個東西了 我 這個我真的不確定測不測得了 就是 常規組隊 這個是常規組隊 然後我說 我不確定我測不測得了的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不確定 他坦不坦得住我 所以 我們也只能試試看 那大家就 且看 且珍惜 好不好 且看且珍惜 六命本來就是 半個主帝啦 別打了 我先 我先湊滿 然後重新進來一場 不然我怕 他血不夠打 重新一次 別打了 應該是 弗妮娜Q 1 豐原萬葉 擴 然後 弗妮娜Q1 豐原萬葉擴 擴完以後 弗妮娜的那個小怪 再打一下 然後中 中禮 開盾 這樣湊滿 那維萊特全招 那維萊特1Q上去死 大概這樣子 缺點是 這樣子沒有打到 弗妮娜的 那個 六命的效果 但好處就是 可以看看他的傷害 跟他的小寶貝 可以打出多少 我們就來試試看 沒關係 他那個小寶已經快把他打死了 這怎麼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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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就 人都 人都活不過3秒怎麼測 對啊 我甚至還 我剛有空到水嗎 我不確定 看我小寶剛剛有沒有打到他 對嘛 這個是 正常傷害是7萬5 這個還沒開 那個大 我應該可以 風圓萬葉不開大吧 風圓萬葉不開大 可能傷害會少一點點 最白吃的是 這角色六命以後 我可以這樣子 拿他補血 我是真正意義上面的 拿雷電將軍 拿雷電將軍 當我的補血裝 再打 要補滿了 超 超級誇張 超 超級白目 幫我補一下 對阿 而且這角色六命以後 感覺走在路上是無敵了 就真正意義上面的無敵 因為他的那個小寶貝就會 把人砍死 然後六命會自己補血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 任何的 隊友 再試一下 Q1 開刀 他真的 他真的有被我噴到嗎 他的血不夠啊 那個弗妮娜的 三隻小怪物 會把他直接 剁掉 這怎麼玩啊 就噴一下12萬兩下就消失了 我是他會喊荒謬欸 荒謬什麼東西啊 搞什麼啊 找這個找這個 他會轉階段 他會轉階段 超級誇張 然後 他砍兩下 怪就是直接死 直接死給你看 他這個 超級浮誇 真的是 瞎得有勝 就是 6加5的感覺 比夜藍 比夜藍那個時候抽到6加5還誇張 真的會有一種 都給你玩就好了 都給你玩就好了 我不能開Q 他會死太快 我還沒開大 我沒有辦法開大 我真的是要 吐了我都 我天賦沒滿啊 天賦777啊 因為沒打 沒打深淵 本來想抽到他又在打深淵 好吧 阿 我覺得現階段的王 沒有人坦得住 納維萊特加浮符 不要說納維萊特 我覺得浮符都坦不住 浮符 浮符的傷害 我打這個好了 我沒有充能 對啊 6命以後 還玩什麼充能啊 6加5以後 一定是聲聲爆 直接把人家砍死 還充能什麼 充能是 充能是給別人玩 充能是6命以下的人在玩 4命以下 4命以下 4命以下才需要充能 滿了吧 打多少 6萬9的血 然後 小怪打多少 6萬3 3萬 8萬 怎麼還有個8萬 他自己爆到自己 大世界的體驗是太好了 因為他會自己回血 你看他自己在回有沒有 他自己 他自奶 自打 然後自己增傷 什麼都有 他會自己幫隊友增傷 自己幫自己增傷 然後自己會打 然後自己又會補血 在6命以後的體驗就長這個樣子 他走在路邊是 無敵的 你說的對 這就是 弗妮娜 6命 他隊友打完 他是滿血的啊 正常來講 你隊友打完 要扣血 他不扣血 開出來以後 他就是在旁邊掛機 他血太多了 也打不死他 啊 那怪也打不死他 那怪也打不死他 我 我 我覺得 好 anyway 全部 收斂回來 呃 伏伏的6命 重點 他到底做了些哪些事情 其實 我們還是收斂回來 因為 也差不多了 收斂回來伏伏的6命呢 其實最根本上 我覺得在提升傷害這件事情上面 肯定是沒有來到 這麼這麼的 呃 重要 重要 應該說重要 最根本的應該是4命的元素能量攻擊 讓他大招開的能夠更順遂 可以解放他的這個充能沙 從沙子變成生命碑 這 這是4命 那3、5命都是提升輔助能力跟傷害能力 6命最主要的還是解放他的組隊 從原本他一定要帶一個捕獅 不管是琴 或是白竹 這樣子類型的捕獅 變成他可以不帶捕獅 那不帶捕獅 就等於在根本上 你可以多帶一個輔助 我以鍾黎為例子好了 鍾黎就有全屬性的減抗20% 或是萬葉的這種 萬葉的這種額外能力 增傷 他的提升看起來更像是在 全隊上面的提升 是最最最最最優秀的 要我說的話 好 那整體來說 回到一個根本點 伏伏值不值得抽6命 我會說 老實說 還好 然後說還好 那他的評價在我的眼中 會更像是葉藍那樣的感覺 就是如果你對他有愛的話 才來拚6命 或是你真的想要解放你的組隊 讓你的組隊變成是一個真愛隊伍 你不想要擺琴 不想擺白竹這種補血角色 你才有可能會去拚4-6命 那3-4-5-6命的提升 都大多數在是傷害上面 如果要我說的話 我更會建議不停在0或2 然後把你原本可以抽3-4-5-6的這4次 抽到PU角的機會留給可能未來的 納維亞或是克洛琳德等等之類的角色 可能在原神的整體過程裡面 你會過得更順遂 當然如果你是家裡開跑車 有田又有房 或什麼之類的 那我覺得這東西就不用多講了 那如果是我以CP值來說的話 我更認為伏伏應該停在0命 2命 甚至連武器都不用抽 最根本的點就是伏伏本體太強了 這角色太泛用 就跟他現在擺出來的動作一樣 就是 怎樣 那你能拿我怎麼樣的感覺 我現在就是這個遊戲裡面最強的 你懂我意思嗎 在水龍王的影片裡面 我們會說他是最強的輔助 在伏伏的影片裡面 我會直接說 這就是現在現今階段裡面 最泛用的輔助 水龍王是輸出 他是輔助 那這兩個角色可不可以擺在一起 可以 實際上 浮浮看起來 比夜藍 比草神 還要更泛用 還要更適配 為所欲為 真的很誇張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這個 浮浮 浮妮娜水神 6加5的一個 實戰測試 跟體驗下來的一個結果 6命很爽 非常爽 CP值 尚且不到 2命0命的CP值比較好一點 好 以上 讓大家有一個概念 希望大家看得快樂